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总理林显龙举行了双边会晤 而大陆官媒表示林显龙告诉了习近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遭到我外交部打脸 表示这和新国对外发布的新闻稿有所出入 中国大陆铺上了红地毯 以隆重的军理迎接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负责迎接 稍后李显龙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习近平堆满微笑亲切握手 李显龙强调要和中方建立更高层的关系 双方就建立全方位战略关系发布了联合声明 根据中方官媒报道 李显龙还告诉习近平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认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我外交部出来否认 表示这与新国对外发布的新闻稿有所出入 这是李显龙时隔四年再度访中 学者分析传递出两个讯号 一是希望加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二是面对复杂国际情势坚持区域合作 另外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一号下午抵达北京 这是日本外向时隔三年再度访中 根据外部省公布的行程 二号相先与大陆外交部长秦刚会谈 然后再与国务院总理李强 以及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分别会面 大陆国防部还特别发布消息 表示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直通电话线路 已经建设完成 由助于化解危机 据了解林方正将表达 中方在钓鱼台附近活动的关切 以及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由于日本近来对华政策的倒退 因此中日都有意修复双边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